好 都更一直跟不出來 那其實是政府手上是有些工具的 這工具應用得當 這個市容可以整個改觀 我們要講什麼呢 慶晃 危老條例是什麼東西 危老條例它叫做 危險及老舊建物條例 那它是要幫助什麼 幫助我們講的危險跟老舊建物的更新 不就是都更嗎 是都更 但是按照傳統都更的程序的話 那個時間要走太長 所以政府等於端出了一個 危險跟老舊建物管理條例 希望放寬相關的規定 讓大家流程可以走快一點 你家假設是三四十年以上老房子 我幫你家可以趕快變成新的房子 也變成比較安全的房子 但是問題出在哪裡呢 出在中央政府的這個危險及 老舊建物管理條例出爐了之後 發現台北市卡在哪裡 台北市卡在自己有自己的土地 使用分區管理辦法 也有它的自治規定 所以變成說對很多人來講 這個都更的商機看得到吃不到 像全台灣這個危險老舊建物 它如果都要都更的話 它的商機至少上看四點八兆 那麼這麼大的商機 再加上很多人希望我家 趕快變新房子 可是因為卡住了 所以變成說很多人就急 急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看到台北市政府 他在日前也通過修正過自己的辦法 所以台北市的相關辦法放寬之後 這個商機是看得到你也吃得到 那他到底放寬的哪一個部分 我們就告訴大家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是什麼 跟高度有關 尤其是什麼呢 台北市像大同萬華一帶 有很多的透天錯 前面才四米像而已 四米像你的高度就受限 那你家你想想看 你本來只能蓋兩層樓三層樓的高度 那法令限制 你又不可以再蓋更高的情況之下 這個地方開發價值變低 那參與都更醫院也比較低 所以在這個時候 台北市讓相關的高度也放寬 高度放寬之後 比如說我們以住二這樣的土地來說好了 它的樓高放寬到可以到21公尺 21公尺相當於是六七樓的高度了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 可是像才是四米 但是它會加速這個地方的整合 它比較有可能整合出 比較漂亮的區塊出來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台北市政府 對台北市未來的想像是什麼 否則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要把這個想像放進去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獎勵的 這個都更的條例 它會接口會整個變形 它可以整個變形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如果它這個用得好的話 所以如果台北市政府 有沒有想的是 50年後的台北要長什麼樣子 這個時候就是關鍵性的一個決定 沒錯 因為它可以讓什麼 讓市政府去規劃對台北市的願景 所以它會促成你另外一個叫做都市再生 都市再生你長出新的樣貌出來 那跟過去的老舊接近可能就變了 對 而且生活機能跟公共設施的邏輯 就要不一樣 對 沒錯 問題是這個政府有得想五十年後 這個你要在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問他一下 但是我們看到是至少目前 你看到高度放寬了 間閉率也放寬了 最重要的是對台北市來說 會有2.3萬棟跟15萬戶受惠 這個價值是不是就高很多了 所以在目前我們看到一些有趣的現象 比如說什麼 你看到萬華區有個兩層樓的透天錯 拿出來法拍 這都是以前的那個所謂的老舊建築對不對 對 可是這個如果一旦改變之後 這種舊街市就沒有了 沒錯 那然後我告訴一個有趣的事情 是你現在看到這種老舊透天對不對 在萬華區他拿出來 只有拍建物 還沒有土地 結果他的底價是82萬 你知道最後拍了多少錢嗎 最後拍了901.9萬 錢在哪裡 超過10倍 錢在哪裡 這個地方只要他能夠 適用老舊建物的管理條例 他能夠都更成功 他更新成功 變成新的建物了 你想想看 有這個建物持分的人 他所要談到的權利 他可以分到的樓地板面積 是不是就比較多 分到比較多的建物面積 這個拿出去賣錢是不是商機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萬華的法拍案 底價82萬 拍出901.9萬 那可以900多 他幹嘛拿出來法拍 法拍是可能當事人他有狀況是因為 他只有拍建物的部分 那表示什麼 土地他沒有 所以他法拍是只有拍建物的部分 所以才會有房仲的人士認為說 這個應該跟這個偽老條例 是有關係的 那另外是我們也看到說 偽老條例上路之後 另外一個是在新北 當然這跟台北市不一樣 新北有一個地方是29棟的老公寓 在板橋 他也獲得40%的容積獎勵 所以這29棟老公寓 其實只有一棟是五層樓 其他都是只有二 三層樓左右 可是這29棟老公寓 一起改建了之後 變成往上有25層 往下有四層樓的電梯大樓 跟大家講 40%的容積獎勵是什麼邏輯 40%的容積獎勵就是 比如說你本來應該是蓋多少 他多給你40%的樓利板面積 不過你只能蓋100倍 現在給你1004倍 你多40倍可以出來賣錢 一倍 80萬就好了 你看你多多少 所以他對開發商有誘因 可是對這29棟老公寓的住戶來說 你知道價值在哪裡嗎 他的房子已經老舊到 有人的是漏水 有人的可能電線有走火的風險 那然後有很多是老人家 爬上爬下不方便 當現在他要更新成為 往上25層電梯大樓 往下還有地下室四樓的時候 有車位 有電梯 老人家是不是住的方便 最重要是住起來是不是安全 所以這整個危老條例 現在看起來距離我們大家生活 就更接近了 而且重點是他有 對建商有非常強大的誘因 他才願意去開發 對 因為他給他更多的獎勵 這是老的 可是其實台北市有很多有錢的大樓 他們也不用都更 他們只要拉皮就好了 對 因為其實像剛剛青黃哥有提到 就是說像這種所謂的大樓的一個改建 他其實所謂危老的一個適用 他之前最主要的排除是說 有一些人可能鄰居一樓都不想要改 這一戶不想動 他現在就把面積縮小 所以其實你的那個難度就會降低 那當然像另外剛剛美人姐有提到 就是說你其實一些精華區域的一個大樓 你可以去做一些拉皮 就是說因為我們都更市場 不一定是全部拆掉 你還可以包括就是說 你外面拉一拉 我們叫做整件 那我們這邊有幾個例子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一個就是說 一個是那個大安區的那個藍天凱月 那他在之前 在敦化 對 在敦化南路本公司的對面 然後他應該是史上 我個人覺得他應該是最成功的拉皮案例 之一 因為他是在房價要往上走之前 他去拉皮 那時候一瓶才四十五萬 拉完皮之後 他一度漲到一百萬以上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發現他那個效益 那當然另外來說的話 還有可以看到像是 東區 如果說大家最近有去逛東區 你會發現東區有很多的大樓 他們現在都在拉皮 比如說像他的一個像那個駐安大樓 那駐安大樓 他其實在拉皮之前 他的一個價格 事實上也沒有說非常的一個漂亮 可是拉完了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一個價錢來說的話 大概也都到了一百萬 如果周邊有再去做一些價格修正的話 他其實價格算漂亮 那另外來說像信義區的這個大樓 他這個大樓其實住戶沒出錢 因為他把廣告外搶租給人家 所以他等於這個拉皮的錢 是廣告商出的 所以他拉皮的錢 這棟對不對 對這棟 他拉皮的錢是Panasonic出的 這我們不好說 因為他上菜是Panasonic 不好說 所以大家就可以發現到 他這種所謂的這種拉皮的一個部分 來說他的房價可以增加 那當然他最大的好處什麼 第一個對於住戶的影響是相對小的 因為你只有大樓的外觀去做一個整理 所以其實你的容積 你的實際實際使用事實上是影響 是相對比較小的 但是我個人之前有買過兩戶房子 也拉皮成功 在這種市中心的大馬路旁邊 拉皮的機率是可以的 因為它有一個增加的機率 但是我是買小巷子裡面的 也拉皮成功 因為你要拉那個戶數很少的 溝通方便的 成功 後來一拉之後 我覺得那個坪數都漲很多 就是那個每一坪的價值對不對 對 而且不要想拉跟隔壁好 才一模一樣的皮 老師 那你覺得如果我去拉皮 我的主持費會增加嗎 應該要加三倍以上 我一直講拉皮 搞不好說很想去拉皮 你不需要拉皮 不過坦白講 這個倒是舊屋 那個凶宅台灣也是到這幾年 也沒有在乎這個事情了對不對 那凶宅也不用拉皮照樣長 這不是神話嗎 奇蹟嗎 真的 這個叫名人世界 這是為民生東路 大概五段的地方 因為剛好民生東路 有個圓環是 有個圓環 那它就下面寫名人世界 這裡面也發生跳樓輕生的凶宅 可是它數成樓 它是35年的屋嶺照樣長 住滿 住滿 那當然一樓過去有很多 看得到的沒看到的都滿的 它是在大馬路旁邊 它為什麼會這麼多 因為旁邊都是金融的商圈 很多銀行 另外也非常多的營樓 四樓 珠寶店 所以它這個是跟那個什麼 仁愛路圓環差不多 因為民生社區有個圓環就是它 那我們看到一樓店面很多員工說 奇怪 報名看 冰箱會自動打開 大家嚇到死 這棟 可是住有很多名人 什麼名嘴唐香榮 馬錦濤 孫悅 這都名人 所以它叫名人世界 好 那我們看到 買這個人到底有沒有賺 有一個看看買到賺到 一個是在前面那個是 買套房四個月賺120萬 這個部分大概是 應該是講是今年 大概是2018左右 另外一個在2016年也是買 它因為它有小屏書跟大屏書 它買兩個月賺了880萬 你說也只有這棟可以這樣子 其他有些兇仔是真的 因為它是在這個馬路旁 而且是在你說 那個所謂的民生社區 兩邊都是椰子樹 就是椰林大道 就像仁愛路的所謂的林蔭大道 好 我們看一下 那它近六年來的套房 因為它有套房的規格 大概是58萬到58萬3 一般住宅大概59萬到64萬 所以它雖然比區域行情稍微 60幾萬稍微低一點 但是低不多 即便它是兇仔 它也沒有腰斬 也沒有變成1 2 3的價格 好 我看看它最高的 2014年的實價登入最高 你知道每一瓶多少 74萬 所以如果以現在的行業來講 即使在2014回檔 跌到64左右的話 基本上它還是什麼 它還是非常持穩 所以這個民人世界 即使在有很多部分跳樓 青森 它的價格依然不墜 傑民你會去買嗎 我大概不會 對 那是什麼人去買 因為你有很多選擇性 你知道以前冬瓜哥還在的時候 他是做很多 收很多那種這個屍體 所以有時候看房子 我會問說 冬瓜 這棟可以嗎 他說對棟 我說 西門町 洛陽庭車長 那附近那人說 吃了不行 我收到已經很熟 不行 那棟閉也在 國宅 賣電器的 已經賣很多電線店 對 中間還有一個所謂的 好像不是類似 陰暗面的 天井樣對不對 大概聽說是接連跳 跳了好像是十幾個人 而且選擇想跳了都去那位 自動會跑到磁場去 跑到那邊去跳 就不會漲 那個是沒辦法 因為那個大概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不一樣 因為他老實講就是國門 隔壁就是松山機場 所以他的區位是不一樣的 所以還是看 我講這就是要回到詹老師講 同樣都有凶宅的大樓 有的會漲 有的是都不動的 對 沒有錯 所以有時候台北市 很多好的房子叫進貴得貴 好的區域不用講 我們一般人根本進不去 那在夾縫中如何求生存 這有幾個方法跟大家選擇 豪宅可能買不起 如果你要挑好房子的話 第一個 他前面盡量有樹比較好 你剛剛說的什麼椰子 什麼椰子樹對不對 包括中城路 仁愛路 只要街道中間有樹的 這都是我們到全世界各地 都是一個非常成功的選擇 前面有林蔭大道 不要想什麼紐約 中央公園對面那也是很貴 都是 全世界都是這樣 這是一個大的原則 第二個我們一樣是 我們講一句實在話 有時候我們比較現實一點 看風水有沒有 只要看地 就知道他家有沒有錢了 為什麼 只要是路幾號就是有錢人 到了橡根洞 就可能比較辛苦一點 這代表什麼意思 橡根洞的房子 前面只有小路而已 永遠走不出去 當然不是笑人家 就是說這種房子買下去 要增值的空間是小的 所以我剛剛說過 前面有四車道跟八線道的 越多的代表車槽 前槽 人槽 是一直湧進來的 不會扁 其次我們知道買房子 無論你買任何的房子 將來台北市投資的時候 高吃矮 大吃小寬吃宰 等一下 高吃矮 大吃小寬吃宰 所以就要買高 大寬 對 寬店面 我以前以為我自己很帥 覺得說矮沒關係 後來才發現 矮是一輩子 醜是一陣子 所以房子也是一樣 現在只要你高男生 弄一弄就比帥到爆了 所以像宅如像人 看房子也是一樣 房子越高 他看出去遠景無限 一片天 那也是你選擇的房子 也許台北市買的房子可能舊一點 但是高就對了 所以你的社區是要高一點的 當然 而且你看 它有一個重點 對不起 如果你的房子是九層樓 九樓高 你以為很高 旁邊都十五層樓高 你還是矮著一個 如果你買的是九層樓高 旁邊是四層樓高 你就一一不搖 高人一等 這重點 所以你剛剛講這個 我就必須講 你知道有很多人督庚 不跟人家配合 或者是街貨重建 不跟人家配合 他最後就是 我常常看到台北市有這樣的房子 兩邊高起來 中間矮 你也沒有辦法再蓋 或是你沒有跟人家配合的 所以你那個房子注定就會 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棟房子擁有的人是 就是說 我解釋好了 不是很 就是可能不是很大氣 所以他最後其實是傷到自己的房子 跟自己的房子的一個價值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你這個觀念要轉 它是空氣 陽光水通通沒有了 其次我們看房子 我看外圍我就知道 這房子可以買或不能買 因為居家的大樓表面有的是平的 那表示它樑柱在裡面 樑柱給住戶全部吸收了 代表你室內都有樑柱 每天要做櫃子 做天花板 如果外圍的樑柱都外露 那麼裡面是平的 那麼平數又實在 又可以製造一個 無樑無住的房間或客廳 那麼就沒有壓力 其次就是我說的這個 朝東 一定要朝東 朝南或朝東南 這種房子無論你做什麼像 一定是冬暖夏涼 你的大門或落地窗打開來 冷氣不用開就冬暖夏涼 如果你朝西北 朝北 朝西的話 冬天打開來都寒風收收 就是窮風的意思 可是我覺得跟個人的流年 或者跟個人的什麼八字 也有關係 像我一輩子買房子 我都是我的那個 我家的門 一定要坐東朝西 相依地說 這當向西 賺錢無人的 參考 參考 我剛好適合 對不對 所以我找房子很簡單 坐東向西 這個方向不對 咱連看都不看 因為租進去 其實就是社區的風水氣場 要很重要 也就是它外圍的環境 水流 還有這個大廳的擺設 也影響到整個社區的素質 所以是方方面面都要注意 坦白講 台灣已經真的很方便 台灣的捷運真的很方便 我覺得 而且我真的滿喜歡 台北的那個捷運 捷運至少看起來清清爽爽的 對不對 事實也是如此 但因為這樣子 所以捷運的房子在過去 長得特別兇 有時候我看台北市政府在標 捷運的房子 一看那個價格 你都會覺得這個價格很貴 但是你也知道 2014年到現在為止 房地產一跌 真的把很多的捷運宅的 這個原型就打出來了 你也能想像 這三年多的時間 7乘5的捷運宅都是跌的 很可怕 非常可怕 而且你再看一下 跌的那些 7乘5 對 你再跌 跌最多的是什麼 南港展覽館 那個地方當時是說 你看那附近很多的大型設施 你知道一定要有設施 那邊房價還在漲 結果就因為這樣子 漲很兇 可是人家發現到 一下來的時候 看看周圍沒有機能 生活機能還沒有起來 直接疊掉3乘4 直接轉乘4 這邊是真的 他的生活機能還沒有起來 對 那另外香山在 旁邊是山 那邊的房子價格 也不是很便宜 當時香山一開的時候 那時候房價新一路線 一通的時候香山站是漲最兇的 對不起 這三年下來 又出現 你看 跌掉2乘5 然後另外最讓大家覺得 亞裔是南京復興站 為什麼 因為西區翻轉 東區下來 房價也跟著跌 最近 但很明顯 現在那個進出人量 最大的是在西門 以前是在南京 還有南京跟宗孝多 現在你看 尤其南京復興站 還三個捷運站口 對不起 就因為這個情況 大家覺得很好 就跌給你看22.5% 但是整個體來看 至於這邊的生活機能很好 可能是之前漲太過了 因為房價多了之後 打回原型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跌到超過10個百分點的 以大樓來看 有36棟大樓 以公寓有42 42棟 然後套房有25棟 都佔了將近有50到39的佔比 所以看得出來 這一波房地產已經跌了 讓人家覺得 是不是已經到一個買進的地方 不過你自己在看 有趣的地方是公寓 公寓你看這個站名 不是頭鉗莊 頭鉗莊在哪裡 對 你看都是比較偏遠的 他們發現那件的話 原本我想說我圖個方便 在這捷運站的旁邊買一個公寓 公寓價格也滿合理的 但發現那件事情 上班塞得要死 而且塞很久 如果你一上來沒有位子坐 等到塞到台北市 臉都黑了 所以你看這些疊的地方 都是屬於比較 然後勸這個人去上海看一下 那更精彩了 或北京他們是有人專門 有一個推的 好 另外套房的部分 也非常有趣 套房裡面 北投這個地方是跌得最兇的 另外就是行天公站 也跌到36% 那麼他們的理由都很單純 本來是抱著夢想 覺得地方坐個捷運站 很舒服 然後日子過得很悠閒 結果後來發現到一件事 價格漲了 可是周圍的生活機能沒跟上 或者是太偏遠了 那麼搭捷運也是很辛苦 所以最近捷運站有7成5已經跌下來 或許有些好的地方還是可以買 不過記得越遠的地方 價格其實是有它下跌的理由 可是我真的覺得南京復興可以 那邊生活機能真的很好 就漲多了 回檔修正 現在是回檔修正 環狀會不會好一點 環狀應該是比較好 因為我剛剛傑銘提到 是單站的捷運 這是台北市 對 他剛剛講是單站 當然也有雙站 但是結果環狀捷運站 大家各位看一下 都是雙條捷運結合載具 因為它是環的 所以它連結到新店中和板橋 新莊線跟機場線 所以它這條環狀線是 基本上每一個站 都是交叉十字型的 按照來講 人潮應該是雙倍 房價應該雙倍 可是當然因為景氣 面對景氣的所謂的嚴峻的 這個考驗 其實這四個站裡面 環狀捷運站裡面 有7個站跌 7個站漲 我們就開來找一下這個藏寶圖 以後你買環狀捷運站 應該買在哪裡 目前可以做參考 來 我們來玩個大富翁 對 我們看藏寶圖來一下 紅色 白漲 綠色 史蝶 好 我們先找紅色的 每個看左邊那個 叫做板新站 板新站是板橋 靠近府中站 漲 漲大概3點多 這個部分可以參考 再往下走 景安站 景安站 漲 漲 2.4 再往右走 大平行站也漲 對 不錯 新店14張也漲 最近這兩個地方在吵 最近就什麼889 988 這就是小平數的 另外14張 可是我告訴你 你過來一個站 秀朗橋站 對不起 秀朗橋 秀朗橋幾乎快到中和了 所以跌了 我們再看左邊 綠色的部分 左邊的綠色最左邊的 新北 新北產業園區在哪 不用講 就是新莊副都心之前 跌5.9 再往前 幸福在目前 沒有很幸福 跌3.8 剛才提到 潔命提到 投錢莊 那不用講 跌7.2 跌很多 其實投錢莊跟新莊副都心 同樣是屬於新莊的腹地範圍 大概在2016年 2015年 買的人現在大部分都套牢 所以你即使有捷運 但是它是毀小跌 小跌 但是你如果沒有捷運 買在旁邊的話 那跌更慘 所以基本上環狀捷運站 環狀捷運站的房價 事實上也是一個票房保證 它至少是雙捷運撐住 所以它不像單捷運一樣 跌得非常深 那跌最多大概是7.2% 可以接受的範圍 就等警氣的時候再來回答 這都不算什麼 你知道一根柱子可以租8萬 我都不知道這是 早知道就買一根柱子 對不對 好 待會回來告訴你 怎麼樣可以一根柱子租8萬 國瑜大會 國瑜大會 柱子租8萬 是啊 有一句話說得真好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這講西門町真的是太到位了 你知道十年前 其實西門町的租金 甚至要降價還不見得租出去 曾經有畫面就是有一個房東 他就是不降價 一坪就要租 就是租比較高的 就是一棟房要租比較貴的價格 一個又要租22萬 結果你知道做什麼事情 每天就哈菸 為什麼哈菸 因為他租不出去 想說十年後 對不起你不整的現召 人家還租不給你 我們來看這晴天宜住 他的地點在什麼地方 他在漢中哥 峨眉的中間 這個最精華的地段 那麼這個柱子的上面 有四種椅園 在旁邊有四種椅園 那這個現在幹嘛 做搖搖杯 那你知道一坪的租金是多少 8萬 一個月 怕死 你知道一個柱子兩邊都可以出租 所以非常的厲害 那有人會說 真的那麼好嗎 就有人去觀察 這個店的生意真的特好 你買一個珍珠奶茶 你要排好幾個 那個珍珠奶茶賣多少 賣50塊錢 所以意思什麼意思 意思他一個月 一天只要賣53杯 他的電租就租回來了 再多賣就多賺 那不只賣53杯 那當然 我們就看那兩個雞雞的窯 好了 當然我們要講到一件事情 是不是整個情況都一樣 其實我們這麼說 有一句話說 你真的要選對地方 一樣是中華路 左邊跟右邊差很多 左邊這一塊不得了 尤其我們來看 這個是所謂的蛋黃居 到成都路 然後新宜南路 到老天路這邊 然後這邊是中華路的一段 這個地方叫做蛋黃區 你那邊要租個房子 小套房而已 也對不起 沒有個兩三萬 你還真租不到 好了 這個地方裡面 其實不是每根柱子 都可以拿去租 那麼你知道有一個 就是當地人很感嘆的 他說以前跟柱子 大概一兩萬就租得到了 現在你手上沒有個兩萬到八萬 你租不到 而且有些東西去年 才剛剛開價是三萬八 今年你就要四萬二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生意好 你知道這個地方是怎麼樣 你去那個地方 比如說你上禮拜看到好東西 你沒有買想說省一下 然後接著不買就知道 不舒服 然後下禮拜去 不...你看 對不起 沒有了 壞新的 所以這邊人太多了 所以這個情況下變成什麼 他這個生意是真的奇莫可居 而且你知道這個地方的 觀光客是摩拳擦掌 不是 那個叫什麼 這個肩膀 那個肩膀 摩肩接肘 摩肩接肘 中文老師對不對 所以不得了 這生意太好了 我再舉個例子 其實講這件事 真的是我們台北市政府會賺錢 在捷運路口的6號出口 成都路12號 有一棟大樓叫Jodan 你一出去就看一個Jodan的樣子 那個才可怕 你知道這一次租金上 一年租金是3700萬 三年租金1.1億元 再上一手是3200萬一年 再上一手只有2500 每隔三年就要跳一個價格 這跟台北市政府有什麼關係 這台北市政府的地 算了 真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那人家說為什麼那麼貴 他說這個西區翻轉完之後 這邊生意太好了 所以你只要 雖然他們一月不會簽多少 有時候只簽兩年 有時候是簽三年 三年一到你搞不好跟房東說 我要租 為什麼 因為有人捧著更多的鈔票 等著你不租我砸下來就租 不得了這個地方 厲害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 你如果買不到那麼大塊地 我們買一點吉林地 好不好 就準備卡死人家的 我跟你們這樣講 有這種買法 但我個人覺得這種買法 不小心可能就會失去性命 但我們可以 其實可以看到一些成功例子 比如說像最近 就是買到然後賺到 然後沒有失去生命 這叫成功例子 對 那叫成功案例 對 那如果買到賺到 沒有失去生命 大概有幾個 一個是最近比較新的 就文山區華新段 他大概在國發院的附近 那他是他的那個面積 其實很小 零點零五坪 大概四十乘四十 沒有一張報紙大 所以他他的那個價錢 他有三個投資客去搶標 然後他大概一坪 一坪的一個部分來說的話 他是用三千零五十一塊錢 去那個拖標 那當然另外這個價錢 大家可能會覺得還好 那但是我們如果看幾個厲害的 比如說像 這個一定是內行人 才要去做這個事情 你沒事去買零點五坪幹嘛 對 這就是 零點零五坪 零點零五坪 就是加來等著卡死人家的嗎 對啊 所以其實你說 對不對 就丟著放著 等著卡死人家用的 對啊 那當然就是說 其實像剛剛美玲姐 講這個之外 其實還有幾個 比較有名的例子 比如說像是我們應該大概 就是做這行很多人很清楚的 就是那個星光站前摩天大樓 他當初在推 他當初有一個大概1坪 1.8坪的機靈地 然後那個他當初是開2億台幣 所以後來但是因為新售 他因為他卡的地非常關鍵 所以後來新售就跟他買單了 不是嘛 因為那塊不買下來的話 他會蓋不起來 對 所以其實這樣你可以看到 那當然另外來說的話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內湖陽光街 他也有一個案子了 就是等於說新售 他是大概用3.3億去買一個 稍微比較大一點坪數 大概34坪左右 那當然另外還有就是說 像是相鄰 34坪在內湖賣人家3.3億 其實他的關鍵 就是我們大概事實上可以看到 這幾個案例 他的關鍵大概都是 第一個他卡到一個關鍵的位置 然後第二個是他遇到了 很不錯的買家 那所以其實 剛好人家要開發 不然其實這就賭嘛 你放那邊 所以為什麼他那個幾千塊 他無差嘛 他放著沒差嘛 對 因為他如果說卡到一個 卡到一個好的位置的話 是讓他的價值就被翻 但是像這樣子東西來說的話 我們也要提醒 如果說你沒有資本很雄厚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去卡 因為像這種機靈地的這種東西 銀行是不貸款的 所以你的口袋如果不夠深 然後你時間凹不夠長的話 基本上要做這種所謂的 機靈地的投資 其實有一點辛苦 我也是機靈地受害者之一 因為在天母有個轉角 以前有掛我的招牌 掛在麒麟地上面 他是賣水果的生意非常好 為什麼掛你的招牌 因為跟水果商很好 就掛得很亮 後來被天柱 一個最豪華的天母的豪宅 天柱 整個買下來之後 他以前是教會 買下來之後 就算這個麒麟地沒有買下來 後來談成之後 就把這個麒麟地買下來了 那個建商也很客氣的 把那個招牌還給我 謝謝你 從此我的招牌 就不在那個街道 發光發熱這樣子 但是那個機靈地 也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 但是如何買店面可以賺錢 這還是要值得研究的 跟做功課的對不對 對 你來想像 我剛才談到西門町 西門町現在一瓶 要賣到一千萬 你還不見得買得到 好 那就是代表的事情 這位置是對的話就不得了 但你花了中華路的 另外一邊的話 對不起 那價格 就真的跌了幾百 我現在談這個人 大家都知道叫劉伯恩 減肥名義 當時他一開始在出來 出社會當醫生的時候 他有個經驗 他非常不開心 所以他本來就是醫術很好 所以他的客人很多 這個房東就看他生意很好 就每隔一兩年 就給他調高一次房租 他火大 他就跟這個房東說 對不起 你這房租這樣長下去 我怎麼受得了 結果這個房東也不客氣跟他說 你做醫生賺不到錢 付不了房租 關我什麼事 這個劉伯恩一火了 他就跑去那時候 民權東路六段才剛剛開始 所以那時候房價很便宜 他就買了一個店面500多萬 那時候當然現在沒這個價錢 然後買完500萬那時候 不得了 他正好享受了 就店面上漲的一個時段 結果馬上跟他 願意用更高的價格給他買 他還是說不要 結果你知道一週後 他就一週賺50萬 一年後他決定買 他不是當時500萬買 一年的時間他賣掉1000萬 他想說500萬 我做醫生要做多久 才會賺到錢 他開了一個竅 他說我只要能夠買房地產 我就會賺錢 那你據了解他現在士林夜市就有三間 而且那三間的價格 你知道士林價格 士林夜市一樣是夜市 有些價錢可能 也差很多 有的會漲 有的沒有漲 有可能一兩千萬 但是你知道他三棟七棟有一棟 是一億多 他說人家房仲說那三間他的 為什麼 他就在買在士林夜市一路口的地方 他有一個哲學就是上不如下 我舉個例子 什麼叫上不如下 譬如說這是捷運口 捷運不是有兩個口嗎 你買在這邊的 這邊就是上 這邊就是下 這邊上 如果你買在這邊第一間 這捷運口買第一間的價格 雖然這邊的價格都一樣 可是你要買就要買這一間 你不要往這邊買 就是捷運口的第一間 第二間 你不要買到第六間 第七間 那就沒有效 你知道一個親戚 就是也想要跟著劉伯恩賺錢 那劉伯恩不是很熟他 但劉伯恩熟他的親戚 親戚的朋友 然後就跟著劉伯恩買 然後也買了 那次的案例是怎樣 劉伯恩是買在這一間 結果他的朋友是買在這一間 這是捷運口 捷運口的兩邊 他不是買在捷運口站 他也是買在捷運站 但是買在捷運站這旁邊 結果你知道價格整個大跌 所以他說一定要買上不如下 第二件事情 你有辦法的話 你買個店面的時候 盡量把你的隔壁店買下來 為什麼 因為寬比宅好 一定要加他店面 當你加他店面的時候 1加1大於2 他就這兩招店面的哲學 這要有一點口袋深 對不對 有一次要賣金店面 非常搶手 但是賣得好可以賣到4億 賣不好的話整個2億 他問我什麼回事 請我幫他看 我一看這不是風水的問題嗎 車水馬龍人潮很多 就空在那邊一樓 我就奇怪 我說這不是風水的問題 是你不會把它裝扮一下 我就請他改成自助式的火鍋 然後人潮就進去了 而且找別人來看店面的時候 就中午跟晚上的時候 我買家一看這麼多人 商機無限馬上成交 所以這次賣房子有時候風水一半 技巧是一半 是是是 不過我想這個 我們很關注的是地保 對不對 因為地保是一個台北 應該講不要講台北 台灣的房地產 一個非常重要的 全國性的指標 指標格 那我們最近看地保法拍 那到底法拍的命運如何 大家都非常關心 那這一次拍的是在A棟 他總共有6大棟 有撐住250 對 他A棟的二樓 所以他二樓基本上價格比較高 可是即使是價格高 大家還是等什麼 投資還是等他打到最低的時候 你看第三拍底下到 五億五千多 我記得他最早的那一間 就是這一間 大概是8億7是一拍 二拍是到6億6 三拍是到5億5億5 好 最近大概 有人去接了 為什麼有人去接 大家覺得說地保是誰蓋的 紅色 原來是紅色的關係企業 去接 護盤 護這個地保讓自己的 讓他點 所以他加了 第三拍加了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每人你看九九九 這明明是一個 為了讓他撐住250萬 好 這是A棟 地保過去歷史曾經有三棟 是法派 包括這一棟 我查出來了 當然裡面還有包括 這個C棟跟這所謂的1棟 C棟跟1棟 大部分比如樓高比較高 可是他撐住是 撐不住到什麼 186 所以這一棟的A的二樓 這是大樓 這是大樓 連他撐到250 其實其他的C棟 1棟是已經跌到什麼 188了 所以你最指標上 這個已經跌到200萬以下 好 那我們看看右邊那個 這個又是一個奇案 千古的奇案 每人你看 這是全國最貴的菜園 在哪 在哪 就那塊空地 就是101對面 那些世貿館對面 這個 對 這個叫做D1 這個名字叫做D1 整個D1就是2500多坪 這是剛剛開始誰在圍 富邦 富邦在那邊有17 17筆土地有15筆土地 好 最近有筆土地拍出來了 因為是空地 拍出來是大概152坪 39.7號地 1120萬一拍沒辦法 二拍流到什麼 當然已經是到900萬 那才算起來已經895萬 我講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這塊地的 現在拍的是什麼 是鄧文聰幸福人壽 偷工資產133億 金管會進去救 把幸福人壽接管之後 這個因為是幸福人壽 鄧文聰買的 所以你去拍的時候完了 為什麼 他有禁止處分 因為鄧文聰有不乏所得 所以你要去拍的人 你要自己想跟高院打訴訟 這本來是禁止 因為他什麼 他怕說他不乏所得 將來這個是要沒收的 陪鄧文說 鄧文就是要去陪金管會 暗定基金 所以這塊地 基本上是很大的歷史 說這個是個國門 怎麼可以搞變成 讓變成禁止處分 大家都不敢去拍 為什麼 現在解禁了 沒有 沒有解禁 還繼續 二拍 二拍還沒開始拍 二拍的底價是這樣 即將要拍二拍 所以二拍已經跌到895萬 那就是這個指標 政府應該法令 應該放寬 讓外資來趕快買這個 趕快法盤 不要有禁止處分這個部分 不過你知道 在大陸來講 最價值的 因為他們現在 到高樓大廈看多了 反而懷念起老北京的四合院 那個當年你如果有買到 開玩笑 那是怎麼賺錢的 為什麼這個話題又被炒出來了 咱們不是討論過范冰冰 不是要交很多罰款 所以他得處分一點資產 再有錢人誰身上會有44億的現金 對不對 所以他肯定要處理的 所以據說有一棟 他們名下的四合院要拿出來賣了 到底現在四合院多少價值 馬上回來 好了 講北京的四合院了 這是里城的老家四合院 OK 在二環 對 因為你知道北京的發展 基本上都市發展就是這樣子 二環 三環 四環這樣出去 你知道現在到幾環了嗎 我看他快要把天金劃進去了 對 八環都有了 所以讓人家比較訝異的是說 因為范冰冰的事情 他必須要籌措出台幣40億 這樣子的罰金出來 所以目前在網路上傳出就是說 他的未婚夫里城 竟然要賣他老家的四合院 你不要小看 因為他的四合院是在北京的二環 那能夠在二環裡面 有人說那是早期 不是那個大官 檔值高的 基本上是配不到的 然後之前里城也曾經在節目上 帶大家去參觀他們家這個四合院 大家發現裡面 除了看起來漂亮之外 它裡面還有一個春天的大樹 看起來就是有年份 那最重要的是 這樣的一個四合院 它價值多少錢 它目前市值大概是4.5億台幣 所以當這樣的消息一傳出來之後 當然讓大家很訝異 也有人說 李城真是對范冰冰有情有義 可是我個人覺得 那是因為李城曾經在節目上 介紹過這個四合院 所以網友們把它當作一個話題來討論 可是這也凸顯出一件事情 在北京四合院是有價值的 所以我們看到另外一個 在這個鴨兒胡同裡面的這個四合院 那這個很特別是因為 這個四合院裡面的主結構 用了大量的金絲楠木 那你要知道金絲楠木 是楠木裡面最好的 而且是以前皇室 光是什麼呢 皇帝做的那個龍椅 他也要用金絲楠木 因為它的材質很特別 怎麼樣呢 比較不會變形 而且樹木比較穩定 所以當你知道說這個四合院 它是主結構用金絲楠木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身家應該不凡了 所以這個是在2008年的時候 有個房地產開發商 他用七千萬人民幣買進來 才隔一年而已暴漲到1億人民幣 那現在估計是8億人民幣 可是這都不是重點 為什麼呢 因為真正最重要的是 那一個人他根本不賣 他不賣 所以基本上你也買不到 這是他的價值 不可能賣了 賣了買不回來 對 那另外一個讓大家 也很好奇的四合院是誰的 是鄧文迪的 這個鄧文迪 因為他是梅奪的前妻 媒體大亨 那當初鄧文迪跟梅奪 兩個離婚的時候 他那個梅奪並沒有付給他 比如說什麼高額散養費怎麼樣 梅奪是給他兩間房子 其中一間房子 就是這一間位在北京的四合院 那他特別在哪裡 你要到哪裡去找一個 臨近北京故宮的四合院 這個地位你還真的是很難買得到 不但這樣子 你知道梅奪當初在2004年 買的時候才多少錢 人民幣一千萬而已 2004年那麼早對不對 2004年買才人民幣一千萬 現在市值是2億人民幣 而且你更難想像的是什麼 除了他的市值長了20倍之外 我再告訴你一個更有趣的 這一個四合院 你想像中應該就是老房子 人家把它改做得非常的漂亮 多漂亮 四合院裡面地下游泳池 高爾富店洗場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資訊 因為鄧文迪的女兒 本來之前鄧文迪都很低調 結果沒想到他的女兒 PO出來 PO出來 所以上面不動 但他把底下都全部改建了 他改建了很多的部分 所以人家才發現就說 這裡面長得不但富麗堂皇 而且你也很難想像 四合院裡面會有漁泳池 會有高爾富練洗場 天啊 而且搞不好挖地下室 都是來挖出一些寶藏 對不對 其實這個在北京來講 現在是非常非常有價值 因為這都古董 古建築來著 我當年在2005年在溫哥華 遇到一個北京移民的一個大媽 她那個時候那個大姐姐已經 她那時候都60歲了 她說你知道嗎 我們當年那會兒還上小學的時候 解放了之後拆那個北京的城牆 她說那個千年城牆太厚 我們那時候政府規定 每個小孩上學的時候 得拿一塊磚走 就每天要幫忙 就是要幫忙拆那個城牆 她說那個城牆上是跑馬的 她說美人你知道那有多大嗎 她說現在我們北京人回想起 當年那個事 毀的腸子都清了 千年的城牆啊 那多寬啊 拆光了 可是當年是為了新中國啊 所以大家就是 全部舊的都不要了 就每個人要幫忙拆的 現在要留下一段城牆就好 而且現在叫做奇貨可居 真的 我就想這幾年 你當年那個磚有沒有留下來 她說全丟了 OK 可惜了 不過另外一個講到這個買房子 這個是有些新法的 那一人買房子的一個投資 一直是被大家所關注 接下來我們告訴你 聶雲怎麼智產致富的 我們問一下高超 我們大家一直想說 聶雲到底有幾間房子 有記者問她說 你竟然有十幾間 外傳 聶雲說沒有 各位數 各位數八間九間也是算 那我們看看聶雲 他是怎麼操作的 所謂逆勢操作 他都是所謂的反向操作 我們第一個看 1997年的時候 政經不穩定的時候 他就會進場 第二個 2003年SARS的時候 他還進場 2008年金融風暴 他還進場 他都是第一檔進場 2018年中美貿易的時候 他最近準備要進場 因為總共有 我剛剛講已經有四個點是 過去30年房地產歷史裡面的低檔 他講了一句新法 百分之九十九個人 笨蛋做人的事情 我們不要做 我們要接近百分之一 聰明決定的人 避開百分之九十九人 都操作的模式 要什麼 走向百分之一趴 一趴的聰明決定的人 他就是去學習那一趴 所以他都是什麼 別人要買他就賣 別人賣他就賣 好 那我們看他美中台 好了 最多七間八間 你沒說沒有了不起 沒有 可是他新法很特殊 第一個他說高檔買不如租 低檔 租不如買 他有口訣 所以這個時候 但高檔的時候 基本上的話你就不要買 就租房子就好了 美人有一陣子也是在高檔 持續都在租房子 你也是跟他新法差不多 也值得學習 沒有 我租房子都是低檔 然後賣房子都高檔 不錯 不錯 好 賣房子也是低檔 我們講他一個小故事 他最近他有兩個兒子 最近大兒子 他就給他大兒子一個生物禮物 三萬塊做什麼 叫他兒子開始學習買股票 他才知道說什麼事 你要去投資之前 你要知道風險 好 第一個就風險 好 我們來看看 但是他也了解投資報酬率 他說在美國買三千萬台灣總價 台幣三千萬的房子 租金可以回收 可以支出 可以支出台北買租五千萬的房子 所以意思說很簡單 美國的投資報酬率高 我就馬上跑到美國 大家很多人懶 大家都剛剛不是新莊 就是大直就什麼 就跑來跑去 他不是 他是境外投資 如果台灣跟美國差距很大 乾脆去買美國的房子 基本上租金可以支持 台灣的cover的租金 好 最後一個 他有一個奇怪的 十年的屋齡以上不買 大家覺得十年屋齡是好房子 他覺得不要 他要什麼 他覺得那個房子基本上屋況不好 將來拋售不好拋 所以這個是他找新的 他買十年的 對 十年之內 第二個 附近都一定要有超商 或者說什麼咖啡店什麼東西 人記住 生活機能 最重要是說 果月他照樣進場 所以他是跟人家逆鄉操作 人家果月不進去 他果月偏偏去買房子 這就他的新法 不過跟各位經常很多人講說 生活機能 生活機能 你去看你的生活型態 我做個簡單的調查 觀眾朋友就知道了 來 現場有五位來賓 你們現在住的房子 旁邊什麼 因為有一個什麼店 或者有一個什麼功能 讓你覺得你住這邊很舒服的 請回答 來 你是什麼 我這邊有藥妝店 有24小時的這個家樂服務 然後還有牙科醫師非常多 比如說他需要牙科 這個對他人就是生活機能 對 生活機能 詹惟忠 有好的學區 小朋友方便圖書 他有醫院以後老的時候可以救護車 快點到我送進去 醫院 對不對 我是一定要有美容院 OK 就是我的生活機能 每個人不一樣 對不對 對面就有慢督站 我就是很方便 OK 來 我是捷運站 然後麵包店 麵包店 你看麵包店是生活機能 然後麵店 還有就是藥妝店 你看大家都對藥妝店是有需求 重點 OK 好 你呢 捷運 就這樣 捷運 捷運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沒關係 其他的 捷運 那你去投錢裝電 那個內站 那個市中心 市中心的捷運站 來 青皇 有餐廳有學校 因為有餐廳你吃不用擔心 有學校的好處是 像我對慢跑有需求 那對我就很方便 為什麼 操場 對 我沒想到 反正我又不怕 噹噹噹噹噹的那個鐘聲 OK OK 好 所以你看每一個人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生活機能 你在看房子的時候 一定要把這個考慮進去 不然你買到你也住進去 賣孫 你就不適合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不可能一開始 就買那麼大的房子 我們先從小的 對不對 所以小屋換大屋 它是有邏輯的 它的法門是什麼 帶我回來 小房子換大房子 好不好 不管怎麼犯 怎麼犯 不管怎麼換 好不好 總是從小開始 對不對 有小不愁大 是不是 換無痛 好不好 小換大的這個秘訣 告訴我們一下 以前房價高不可攀 那你有時候你想看 我先賣掉房子 我想回頭再去買別的房子 不會戶齊 對 我想說那好 我就想 那我要先去買房子 那可能又要兩個貸款 問題是我買那個房子 價格談不容 一回頭又比以前更貴 又更買不下手 很論傷這個心 那我們現在談這位小姐 叫崔小姐 我必須說一下 她真的有眼光 因為她事實上2018年 因為可能是口袋錢不夠多 她想要住舒服一點 她去淡水買了房子 而且坪數是一個非常好的坪數 40坪 那麼當時入手價格是15萬元 因為2018年正好是金融海嘯 2008 2008年 對 正好金融海嘯 所以房價是有點跌 所以她買得很漂亮 而且40坪很棒 那麼最近她覺得她要到市中心 她看好天母的環境不錯 那她也運氣很好 她在2016年的時候 她決定了把房子賣掉 因為她覺得房價未來會跌 她寧願租而不要買 她這時候賣掉是對的 她現在搞不好賣不到24萬 賣不到 對不對 所以2016年賣掉 對 然後這個時候她賣掉 2016年賣掉之後 她這個時候買不起天母的 她先租 那時候天母一坪要70幾萬 那就符合聶雲剛剛講的 對不對 對 高檔的是租不如買 對不對 而且她想說反正我在前 買不如租 買不如租 而且因為她前一手 那房子大概賺了360萬 所以她有錢去租房子 那你這個租房子也不便宜 兩年下來還租了60幾萬 她覺得合理 就給她等到了 為什麼 因為她剛去租的時候 那附近的天母的房子 一坪要70幾萬 現在五字頭 所以她當然就 順著的時候就買進來 她就覺得一件事情 那她真的符合一件事 當房價在跌的時候 你要先賣 再買 但房價往上漲的時候 你要先買 再賣 因為你再賣價格會更好 那很多人就問說 那現在怎麼辦呢 根據最新的消息 就是從今年上半年的 房地產的交易量 平均房價有漲兩成 也創了近期的最高點 最近台北市市區的房子 而漲幅最多很意外 漲幅都是在萬華 文商跟本投